今天我有個中學同學在倫敦找我們一家去玩 其實這次算是我們第一次一家三口來到英國第一次出去玩 因為之前也有很多事情忙著 其實我的感覺是很深刻和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其實在香港我很少有機會和兒子出去外面華公園玩 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們是Working Mom 平日是要上班的 大部分時間星期一至五就回到朝九晚六 不過多數時間放了班加上OT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很多人都要OT 未必是自己想的 香港人是熱愛工作 但很多時候大家都明白 老闆放下工作或者老闆期望你OT多些 這樣就好像代表你勤力點 有貢獻多些 所以小不免我可能都放下工作時間 可能說六點 但其實可能六點幾七點是最等閒的 回到家可能都七八點 平日很多時候都會和他吃一頓飯洗完糧 有時候就叫做對一下功課 收拾一下書包 我以前在香港以為我自己是屬於一個好媽媽 因為我星期六日就會帶他去上什麼班 上什麼課 英文課 數學課 像畫畫、游泳 總而言之就是馬不停提 那我就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很好 盡量很多時候 星期六日都不會說自己有什麼娛樂 主要是照顧他去這裏學習 去那裏學習 那我相信香港很多媽媽都會有這個情形 除非你說你是不用工作 就只是照顧小朋友 但就算你說照顧小朋友也好 很多時候香港因為太大壓力了 無論小朋友大人 就是你可以輕輕鬆鬆陪個小朋友玩 其實是很少這樣的機會 那我以前就一年有二十二日大假 基本上我就比較幸運 我就很少會拿些假來和他溫書做功課 因為我家人有人是開一個補習社 那我很多時候就把個小朋友 就放在家人那裏去補習 那我下班回來就已經是叫做給一般的媽媽 是多時間陪他玩一下 那我就陪他看電視 最多是或者是溫習 或者收拾一下書包 很少時間真的跟他聊天 了解一個小朋友的心裏 是想什麼 那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是做得很好 放假的時候呢 我差不多是用了二十二日假 一年可能去幾次旅行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可能是一年跟他去五六次旅行 那在那些旅行當中 我就以為自己已經做得很好 很盡責 做了一個好媽媽的感覺 那直到有一次呢 我和我兒子聊天 他就跟我說呢 原來呢 他覺得他和我是不熟的 就是說我很少時間陪他 很少時間和他聊天 他說跟婆婆會比較熟 就是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平日都會照顧他 他說有時候是覺得 跟爸爸又會比較熟 因為我先生呢 就是做獨立的 那他忙的時候呢 通常是晚上或者星期六日 那平日呢 反而都會多些時間接送他 或者陪他聊天 玩一下去一下公園 那我就都會反思一下 原來我這個媽媽 是做得不太好 就是我自己以為 我已經很努力了 我會陪他溫習 看他的功課 就是我以為自己已經做到一百分 或者起碼都叫九十分 但是原來在一個小朋友的心目中 我和他是一個不熟的人 不是說那個小朋友 不覺得我不愛他 只是他會覺得 你是緊張他的學業 緊張他讀書 緊張他的成績 但是其實你沒有什麼時間 去照顧他心裡面的感受 所以我今次錄這個影片 我是真是很想和大家分享 作為一個媽媽 是應該怎樣去做好些 就是來了英國這一個幾兩個月 那我就沒有上班 是真實的 我是畢業之後 都一段時間都只是上班 未試過真的休息一下 或者坐下來陪他 陪他兒子 我們去的那些旅行 即是說真的 主要是喝喝吃吃 玩玩 帶他去很多樂園 買很多東西給他 物質上可能是不缺少的 但其實小朋友的開心 原來不是說 錢是可以彌補到的 很多時候是真的你要陪伴 陪伴的意思不是說 帶他去上課 帶他去學這個學那個 即是 不是說你認為 溫了閘 收拾了書包 做了些功課 這些你就覺得很足夠 真實的陪伴呢 是小朋友很需要 他是想你和他聊天 想你多些時間關心他 所以來到香港 離開了香港 來到英國 大家可以真的 多了時間 即是 我看到這裡的朋友 即是我今天見到的中學同學 他都說 他都有上班 但他們在英國的時間 即是除了公餘時間 他們是 即是很多時間 會陪小朋友 他們在上班的時候 如果是要陪小朋友玩 或者小朋友表演 比賽 都可以隨時跟老闆說 在香港是做不到的 即是我不是說 要鼓勵大家 上班的時候不上心 但是大家可以想清楚 那麼辛苦工作 是為了什麼呢 那大家想追求的生活 是為了什麼呢 怎樣可以跟小朋友的距離 是會縮責 怎樣會給他一個快樂 愉快的童年 一個回憶 大家可以深深地感受一下 或者考慮一下 那今天謝謝大家 聽了我 說了這麼久 多謝 大家好 我是小肥肥 今天我們就來英國 去公園那裡玩了 那我呢 我媽媽 就有一個朋友 在倫敦 她的女生是Mix 來的 她經常都有看我們的影片 還以為呢 我好出名 真的 那些 很厲害的外國Youtuber 那呢 第一次見我的粉絲 我覺得很害怕 我們終於見到面了 但原來她是完全不會說廣東話的 但是呢 幸好我也會少少英文呢 那我們起碼叫靠心沒問題 都玩得挺開心的 那進去呢 那進去呢 原來 她原來 是比我想像中小很多倍 可以說是迪士尼很大的那些 結果 純粹是一個很小的公園仔 有些 娛樂設施 那樣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裡排隊 玩的那些碰碰車 撞來撞去那些 車禍那些朋友 那呢 原本其實這條帶 應該是要 撞到肚腩那裡 但是呢 我是撞到極都撞不到呢 還是撞到那條頸啊 那呢 想撈死我嗎 那我原本是以為 好像背囊那樣 其實不是的 誰知道呢 原來 這個森物呢 都很漂亮的 更漂亮 我那些女同學 那呢 最後她有說 在香港加油 記得留意彩蛋 記得留意彩蛋 Summer 你喜歡Gra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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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他嗎 你喜歡他嗎 Grayson 她說她喜歡你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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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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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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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